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比溪水更加吸引的三文鱼刺身 你又捨不捨得煮熟了才吃呢? 講起吃魚生 三文鱼刺身在香港人心目中佔一個非常重要的地位 甚至對於很多香港人來說 生吃三文鱼是理所當然的 以下兩張圖片 不知道大家又分不分得出這兩種魚有什麼分別呢? 答案是 左邊的是我們平時吃的三文鱼 右邊是一種名為紅津魚的淡水魚 不過現在兩種魚都會叫做三文魚 至於為什麼? 我稍後會再解釋 三文魚雖然是一種海水魚 但是牠們生於淡水環境 枯化後會游到海水、棲息和生長 長大之後又會回游到淡水繁殖 所以經過淡水河床時 三文魚吸引到寄生蟲並不出奇 至於另一款叫紅津魚的魚 更加是天生淡水魚 體內更加容易累積寄生蟲 而且由於寄生於淡水魚體內的寄生蟲 較容易於人類體內存活和生長 對人類健康的危害更加大 近日中國大陸就將這一種紅津魚 列為可生食三文魚 由於紅津魚刺身 與其他三文魚刺身外形極為相似 所以這一種紅津魚流入市面之後 難以被辨認出來 而生食這一種紅津魚 吃到寄生蟲的機率 更加比吃一般的三文魚刺身更加高 大陸今次將紅津魚列為可生食三文魚 據說有份草耳標準的成員 本身都是養殖紅津魚 加上文件沒有側監局批核標準文號 根本就是一群無良的商人指鹿為馬 企圖賣出紅津魚刺身 深受港珠歡迎的平民壽司店曾仙 被網民發現 他們在2012年推廣過紅津魚 更推出《津三文魚》餐盒 六年前已經開始漁目混珠了 根據挪威海產局發表的全球調查研究結果 發現超過八成港人每月最少進食一次三文魚 每年運送至香港的挪威三文魚高達12000噸 無論鹹水還是淡水 港珠一於小里 日日大淡大淡吃三文魚 紅津魚刺身都照吃 香港腸胃肝臟科專科醫生吳浩子 淡水魚類有機會含有一種名為中華肝級蟲的寄生蟲 人類食用淡水魚刺身 當中的蟲卵在體內長大成蟲之後 會積聚於膽管內 人體只能透過藥密度蟲 假如長時間積聚寄生蟲 可能會引致慢性膽管發炎閉塞 甚至可能會引致膽管癌和肝硬化 港珠儘管繼續食三文魚刺身 遲些肚生蟲就不要掛人了 奉勸大家 如果真的想吃三文魚刺身 就混合杜蟲藥一起吃 今晚吃麵就吃到這裡 下次再和大家大甲乾麵 再會 大甲乾麵 我講大甲乾麵 來自台灣的大甲乾麵 以天然的小麥粉仔 無添加北京油炸 搭配100%純黑豆提煉的醬油 健康好吃又不油膩 還有8款味道給你選 好吃到停不開口 大甲乾麵 就是令你想大甲特甲 大著急大口吃的台灣手工麵 沒有麵了 我沒有麵了